凯米台风西台导致澎湖机场停飞两天 海运连续5天停航 滞留澎湖8000余人 原本以为周一才能恢复正常 却在两天完成不可能的任务 27日最晚一班飞机飞出后 机场全数清零 立伟洋要积极奔走协调功不可没 军方、县政府、航站、航空公司人员 都是幕后工程 但接踵而来的海运停航输运问题 再度考验澎湖空域量能 由于凯米台风让澎湖关倒两天 26日恢复空运飞行 澎湖机场涌入大批候补旅客 将机场大厅挤得水泄不通 首日军机支援 民航局加班飞行 海市无法消化滞留澎湖旅客 更出现27日晚间夜宿机场外的景象 却在各界努力下 晚间就传来禁令喜讯 这有面包还有饮料 大家辛苦了 真的要感谢连续两日 投入空运协助的每位幕后工程 根据澎湖航空站统计 澎湖因受到凯米台风侵袭影响 7月24日及25日 澎湖网台湾本岛航线的航班全部取消 7月26日及27日航下营运时 就涌入大量候补人潮 经历委养药 交通部 县政府民航局及国防部共同协助协调 立荣航空公司及华信航空公司 增开民航机 启动军机输运 金桶机 这两天民航机 共飞航130班 军机飞航18架次 总计输运13,834位旅客 其中民航机 12574位旅客 军机1260位旅客 27日晚间已完成滞留旅客书运 现场无等候候补旅客 记者 陈荣誉报导